7月15号张博之的IG晒出一段在家里拍的视频 他本人只有声音处境 但两个儿子都蒙翻了 他先是旁白说要做一个实验 就跟小儿子Quintus说一会儿出去买冰淇淋 小Q听到后整个人都心神了 面对妈妈的镜头 小Q笑颜绽放简直乐开花 一会儿小Q甚至从沙发上跳下来 开始跳起了舞 小Q知道要去买冰淇淋 开心的跳起舞 哥哥卢卡斯听到妈妈说要去买冰淇淋 变身表情地 但马上张博之就说是要明年才去买 小Q整个人又急速冷了下来 不可置信的看着妈妈 小Q听妈妈说明年才去买冰淇淋 整个人都不好了 路卡斯听到妈妈说明年才去买冰淇淋 就装傻说 你说今天就去买吗 好的谢谢妈妈 看来张博之平时为了孩子们的健康 对两个儿子吃冰淇淋严加管控 这才让哥俩一听到吃冰淇淋就乐开花 看小朋友吃太多冰冻的甜食对身体并不好 张博之好妈妈的头衔果然不是白来的